在英国,房产一买一卖都要交税 持有阶段的房租收入也要交税 但可别被吓到,跟几大主流西方国家相比 其实英国的税不太高,而且免征的额度也不少 在英国,买房的时候需要一次性交一个印花税 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,只要购买的首套房超过30万英镑 就需要交印花税 如果是二套房,印花税从房屋售价的3%开始,阶梯累进 目前海外买家和本地买家的税点是一样的 但是2019年以后,海外买家可能需要多交1%的印花税 这个还没有最终确定,我们会随时向大家更新 时有阶段,房东的租金利润是要交所得税 Income Tax,这个起征点,18到19年度是11850 所有净收入加一起,低于这个数不交税 以上部分交20% 如果有超过34500的部分,这个部分交40% 不过,这个阶段很少有海外房东能达到 如果用包租公司,这个税一般是他们代缴 如果你在英国没有任何居留身份 比如,人长期住在中国 但是英国有一套房子出租出去 也需要对房租的净收入部分交税 也同样享受每年1万多磅的免税额度 但是,需要先去申请NRL 如果有不明白,欢迎问我们 卖房的时候,如果赚了一笔 需要对差价利润进行交税 这个叫资本利得税 Capital Gains Tax 这个税的计算方法和收入所得税有点类似 也是有个1万多磅的免征额度 这个额度以上的利润要交18%的税 另外还有一个经常提到的税 叫Council Tax 这个码可以理解为地区政府的大物业费 用来供养当地的治安、垃圾处理和消防员等等 这个费用大概每月100多磅 谁住谁交 海外房东不需要购问这个费用 租房房客自己交 谁有学生签证呢,不用交 说完了税 下回咱们讲讲在英国买房贷款和在国内的区别 回见